大雅在27日发文指控黑人陈建州 曾对他性骚扰而对方坚决否认 并向大雅提告要求赔偿 对于此事28日郭元元也发文 表示自己也曾被陈建州性骚扰过两次 消息一出 黑人则透过经纪人发表声明说到 针对莫需要的指控我们不再回应 事实上郭元元有着较好的外星 皆拍不少代言广告 跟陈宇辰若隐、梁宇辰以及陈艾希族女团 后续也出演不少综艺节目 其中他在2016年与综艺完合大 到菲律宾出外景 因为输掉比赛必须生吃虫 虽然当下他相当害怕 但依旧勇敢地把虫吃下去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 真的越来越欣赏元元了 而近日大雅与黑人的事件 他也勇武发生 并表示不想让大雅一个人 也让许多粉丝为他加要打气呢